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属于司法部的 叫DOJ的 后来911以后 美国新设立了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有过去的移民局拆分出来的 这两个UICS和IS都属于 这个IS是2003年设立的 目前有很大的规模 具体来说有超过2万名雇员 超过400个办公室 每年的预算有60亿美元左右 那么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包括处理和遣返非法移民 查处未经许可工作 违反签证身份 搜查 逮捕 递解出境 听起来反正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 当然有些事情也需要有人做 那么他面对的对象 有很多是非法入境美国的人 有犯罪记录的人等等 有的时候搜查一般也往往是在工地 有的工厂 餐馆等等 但是这些可能和一些专业人士 留学生觉得说有相当的距离 不一定和我们有关 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有关的 一会儿我们还要讲到 比如说大家知道现在 在美国这个身份过期的人 这个总数还是很多的 有很多人过去的签证身份过期了 逾期待在美国 这些人也可能会成为爱死针对的对象 但是如果你有申请已经提交了 在判定等待结果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期间可以合法的待在美国 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会收到 有的叫递解令 Notice to appear 什么意思呢你要到移民的法庭上去 然后如果结果对你不利 有可能就要递解出境 那就包括哪些情况呢 比如有的人申请的移民申请 不管是职业移民 亲属移民 政治庇护等等 没有批准 或者哪怕有的人申请批准 但是过去有别的身份问题 比如说有的人是非法入境美国的 有的人是配偶有绿卡身份 给他提交了亲属移民的申请 然后这个申请130有可能批准了 但是受益人 本人过去没有一直在美国 保持合法的签证身份 中间有较长时间的gap 像这样也有可能 即使你有的申请批准了 但是因为过去的签证历史 会收到Notice to appear 当然有的被IS抓到的人 不是说都会直接被减缩到美国境外 也有很多时候是可以保释的 那么保释要看会不会有逃走的风险 和社区的关系 有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 在这个社区等等 那么大家可以放心的一点 是目前这个执法还是优先 或者主要针对有犯罪记录的个人 讲的稍微详细一点 在2017年 这个川普总统就职以后五天的时候 就签署了13768号总统令 executive order 讲到IS执法要优先针对什么样的人 包括被判刑的 被刑事起诉的 有犯罪行为的 对政府官员使用假文件假证据的等等 这个是法理方面 从事实上讲 比如说这个IS他们作为政府部门 公布了他们的工作结果 在2017财政年度 按照他们的统计数字 被递解出境的人 大部分是在靠近美国边境的地区 比如说西南部的一些州 尤其是德州 还有加州靠近边境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 每个月可能有上千人被递解出境 而在远离边境的地方 这样的人就要少得多 比如说在我们所在的华盛顿地区 每个月遇到这种情况 大概一百多人 这里面根据政府部门的统计 大概有80%左右 是过去有犯罪记录的 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方 我们要讲到 比如说来自美国移民律师协会 提供的建议 如果遇到IS的执罚 作为个人 有什么样的权利和应当怎么做 有权保持沉默 不就是你说自己的情况 一定都要讲 或者被问到 那么除了最基本的 一般也不是要 回答自己过于签证 等等方面的历史 然后有权联系律师 不要惊慌 不要逃跑 不要出示假文件 不要撒谎 那但是呢 签署文件以前呢 要确保你完全理解文件的内容和含义 不要遇到要求 就指着说你在什么地方签 就随便签了 先了解清楚 这个是关于IS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比如说管理留学生的 这个和访问学者的 Service系统 就是由IS来管理的 Service系统 大家可能很多人听说过 全称叫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说 学生和访问学者的信息系统 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视频 具体讲到 Service系统管理方面的情况 那如果前面讲到 有一些人入境美国 在美国的时候 拿的是学生签证 F签证合法的 但是呢 有这个逾期拘留的问题 比如有的人毕业以后 一时没有合适的工作 或者因为学业没有跟上 然后遇到这方面的情况 那怎么办呢 在某些时候呢 可以考虑提交其他的申请 比如说B签证的申请 交2539表作为一个过渡 那一般的你来到美国 有若干年的时间以后呢 总有一些事情 需要wip up 需要整理的啊 是吧 个人的财产需要处理 在美国有的事情需要完成 所以呢 可以考虑就要转成 B签证身份的申请 在申请判定期间呢 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同时呢 还可以再寻找其他的机会 如果说 从雇主角度来说 你有一个公司 你有这么一个企业 不管是大是小啊 那么呢 也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呢 在雇佣个人的时候呢 你需要确定 他有这个工作的合法身份 那么需要填一个叫爱酒表 这个表呢 也需要保存啊 现在呢 比如有电子版 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另外呢 这个艾斯建议啊 就是说呢 每年有一个年度的整理 Audit 因为呢 比如说原来有的人 具有工作许可 但是呢 可能过了一年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所以呢 这是从雇主角度来说 如果你不希望 遇到这个和艾斯打交道的问题 那么呢 也可以注意呢 及时 这个按照这个政府提出的要求 进行管理证据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这个题目讲到的是 美国移民执法局 艾斯 你需要了解哪些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